這也不是這樣 也不是說你辦個論壇 人家就一定要來 哇 這誰敢來屁啊 市長 雙北青年論壇學生說如果你不參加的話 這樣會用選票讓你知道學生的意見 這個我也不是說不辯論 但是我是講的啦 我會上班上不到11月8號開始請教 那如果有什麼要辯論什麼的 就去跟我們競選總部去討論 你在11月8我看一下有哪些單位要辦 然後要怎麼辦 這也不是這樣 也不是說你辦個論壇 那人家就一定要來 哇 這誰敢來屁啊 所以說一算也不可以說這樣 奇怪 如果說你想做什麼事 就人家配合 那奇怪 我有我的行程啦 我講過嘛 11月8號以後我請假 我就專心來打選戰 等11月8號以後才處理 所以他要怎麼辦 他去跟我們競辦的商量 在10月8號以後看 看有哪些單位要辦 要奉陪沒問題啦 市長那你大概什麼時候要公佈競選經費啊 你大概什麼時候會公佈 競選經費是這樣啦 因為我們財務監督委員會已經選出來了 那現在正在 他們在開會 然後開始在 在檢查那些帳戶 你說什麼時候 好問題喔 我去問大家看看